民主党立委林国成透露 陈佩奇昨天听到柯文哲被积压的消息后 是泪流不止 哭诉说国家怎么会变这样 昨天晚上林国成离开中央党部受访时 被问到陈佩奇目前的状况如何 林国成透露陈佩奇一直在哭 认为为什么现在的国家会变成这样 不过林国成他相信陈佩奇还是会坚强 也希望台湾人民要团结 而民众党也会团结 长期力挺柯文哲的网红馆长 昨天晚上开直播的时候 表示说暂时决定不上街 而且直播到一半 他还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透露是柯文哲对支持者的最后交代 柯文哲主席的意思就是说 他跟国昌老师 他说了他知道民进党一定会把他弄进去 他这次有准备所以他很平静 在他们那天去花莲的路上 去公计马的路上 他就跟黄国昌千叮零万交代 他说他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一定会被收押 管长在直播中表示自己其实一直有试图去联络民众党的人 虽然他内心很气 但这是民众党的决定 也是柯文哲下的指示 柯文哲就是要大家好好过生活 所以他暂时决定不上街 管长接着说柯文哲这个人真的是一个白痴 他现在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好好上班 不要制造对立 管长直播到一半时突然来了一通神秘电话 而挂掉电话之后 他跟粉丝表示电话是黄国昌打来的 他说黄国昌在电话里透露 前几天他和柯文哲去花莲参加国民党团总召复婚期母亲的公计时 柯文哲就说这一次他一定会被收押 因为这次检方的态度很明确 黄国昌向管长说 柯文哲最担心的是台湾好不容易有的第三势力会消失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冷静好好照顾自己 共同面对民进党的政治迫害 这是柯文哲昨天对他千交代万交代的事 而昨天的柯文哲遭到积压的消息传出之后 民众党前立委蔡壁卢他有发声力挺柯文哲 他说柯文哲遭到裁定积压境界不是有罪认定 他依旧相信柯文哲是清白的 根据CT1的报道指出 蔡壁卢说自己从台大医院到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第一任市长期间共事这么多年 自己一直相信柯文哲是清白的 他说柯文哲或许有些自负 但也是自我要求很高的理想主义者 自我约束力更是没话讲 像是2014年初选市长时 便经历过MG149这么复杂的案子 当时柯文哲也很坦然面对交代清楚 所以很有信心 到今天都依旧相信柯文哲是清白的 蔡壁卢强调 他2019年被名列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时 就已经离开市府 2020年顺利当选之后 更是忙着处理立委工作 也无暇再过问北市府的事情 他也说柯文哲遭到裁定积压禁件 不是有罪认定 自己依旧认为柯文哲清白 但很担心柯文哲已经60多岁了 受到这么多的环境压力 身体会吃不消 柯文哲遭到收押禁件 对此与柯文哲对赌高空弹跳的 民进党立委王世坚 在今天受访的时候表示 已经在试菜了 第一个便当一定是鸡鸭饭 鸡鸭饭便当 那么王世坚也拿出了一个面包 并且表示自己准备了一个起诉蛋糕 因为柯文哲经过鸡鸭之后 再来就要起诉了会送给他 让他尝尝人间美味 第一个便当一定是鸡鸭便当 因为我看了一下新闻播出 那我们现在看守所监狱的伙食 其实吃得饱了 但是可能营养成分比较不够 所以我想补充鸡鸭这是平当的 不过经过这一个礼拜的折腾 柯文哲跟司法密室逃脱 总算结束 那么柯文哲总算进去了 那我个人我不但不用弹跳 但是我要旅行 我先前讲的我要送便当去给他 我也还会在炙上一个甜点 起诉蛋糕 起诉蛋糕 这个起诉蛋糕就是 因为柯文哲经过积压 再来就要起诉 所以我会把积压变当跟起诉蛋糕 一起送给他 让他尝尝各种人间的美味 他现在正在跟警方密室逃脱 立委王世坚昨日看到死对头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再开积压庭 又开始禁聚联房 我可以去送积压变当吗 近日柯文哲卷入进华全案 虽然一度无保请回 但王世坚昨日也发文强调 无保请回不代表无罪 耶路走多总会遇到鬼 并呛柯文哲自称至少一五七 自己是雍正皇帝 面对司法瞬间变成 我什么都不知道 王世坚也用柯过去的金句 回送给现在的柯文哲 要他起死一死 就是这么简单 自封柯学家的王世坚 与柯文哲的恩怨情仇 实在数不清 从柯文哲台北市长时期 就开始出招 不仅送礼 我送给柯市长挂在柯市长办公室 提醒柯市长全力就向魔界 还会打赌 你要赌就来啊 高空弹跳你愿意吗 现在更是警惧连发 我可以去送鸡鸭变当吗 只能说坚哥 大人真机灵啊 金华城土定变更案 一直都是历任台北市长 必须处理的争议案 不过到底为什么吵了这么久 最后会聚焦在容积率呢 其实是因为前台北市长 郝龙斌的一句话 才引爆了侦办的方向 根据了解 金华城容积率 一度暴增到840% 遭到监察月纠正 后来又因为台志光案 柯文哲声称是好市府时期 签下的合约所造成的 让郝龙斌不满反击 表示台志光案母约 虽然是在他任内签订 但是建制并没有完成 也没有签订任何的子约 强调相关的租约 全是柯文哲任内定的 郝龙斌当时痛逼柯文哲 一直在转移焦点 直接反击金华城案 柯市府给了有史以来 最高容积率 怀疑图利厂商高达上百亿元 应该要好好调查一下 而沈浅金的律师 昨天是以年迈健康因素等理由 提出了抗告 北院表示 目前已经收受到 沈浅金吴顺民的抗告状 并且一并送到高院 全案四名在押被告当中 只剩下应扫威 目前还没有提出抗告 台北地院昨天证实 已经收到沈浅金吴顺民 两人的抗告案卷 并且在4点50分左右 由收发室同仁 直接送到高等法院 好 现在让我们转换焦点看到 一样是容积率有争议的 就是高雄的国宾饭店 它因为围绕重建容积率高达1142% 引发了疾疑 大约有30名国宾饭店的周边住户 昨天上午前往高雄市政府抗议 疾疑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国宾饭店的结构安全评估报告 而值从不到30变成了65点71 而对于居民的质疑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下午表示 有鉴于本案涉及公共安全 将另外委托内政部认可的公证第三方 进行重新评估 高雄国宾饭店因为老重建容积率 高达1142% 遭重新审慎 邻近住户组成的字就会约30人 昨日上午前往高雄市政府抗议 质疑短短不到两年时间 结构安全评估报告 而值从不到30 变成65.7一变成为老 鉴定报告有疑虑 事实上在两年前 在歇业的两年前 它的数字是在完全没有为老的状况 那我们就想要问高雄市政府 如果那个时候还在营业是没有为老 而且高雄市政府已经接受了它的安检 让它继续在营业 那表示这个国民饭店是安全的啊 那为什么两年之后 它的为老数字变到跳到65.71 那这个这么大的落差 65.71是何其危险 那到底是高雄市政府前面错误了 还是后面的为老给的奖励是错误的呢 那当前金星林雅的公共设施 可能没有办法因应 现在高强度的开发的状况之下 我们当然会质疑 是否核发这么高的荣基 对地方造成了冲击 高雄市公务局昨日下午表示 自国宾市境内正不认可 专业机构评估及审查 并以全国一致为老标准给宇荣基 但有鉴于本案涉及公共安全 公务局决定令委托内 正不认可的第三方机构 对此案重新进行评估